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點 《焦點斷打》 我是港人港地的執行總編輯 許兆基 應聯邦議會聯會、應國訓會 早前突然以所謂香港情況惡化 以及政治多元以及參與嚴重侵蝕為由 撤回了香港立法機關參加西敏子研討會的邀請 為回應聯會絕對不公道 而且極度偏頗的批評 香港齊心基金會聯同中國故事 今早在香港舉行了一場名為 香港立法會過去與今天的英語研討會 並且邀得多位前任及現任香港立法機關的代表出席 包括曾任臨立會議員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在港英年代出任立法局議員的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為朱 本身是行政會議召集人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以及李梓敬、簡慧敏、周浩鼎、陳詠欣 以及何敬康等的現屆立法會議員 今早的研討會非常精彩 一眾講者由中英聯合聲明 香港回歸後比今日英國的現狀好得多 港英年代香港立法機關的組成 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香港立法會生態的改變 以及羅列例子證明今次聯會 撤回香港立法機關的邀請 完全是雙重標準 毫無道理可言 嘉賓們的發現有節有理 徹底撕開了英國政客的假面具 在此容許我引述部分嘉賓的說法 為大家說明 為何撤回香港立法機關邀請的聯會 是完完全全的自暴祈禱 首先是梁振英副主席的發言 他首先幫大家來一個溫故之身 說中英聯合聲明之中 並沒有提到任何關於立法機關的組成 或者是產生辦法的條文 頂多是重申立法機關是由選舉產生 梁振英解釋 《中英聯合聲明》 是沒有說明香港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 這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在英國管治下的143年裡 香港立法局成員從來都是由英國總督任命 而不是以任何形式選舉所產生 一直到1985年 當英國人知道他們即將會在1997年離開香港的時候 才開始改革選舉 他提醒大家 即使是去到1985年 仍然只有部分立法局的議席是通過選舉產生 而且是功能數別的選舉 立法會的普及和直接選舉 亦都是直到1991年才出現的 這個時候已經是英國管治香港的第149年 而6年之後他們就會撤出香港 即使去到1991年那一年 亦都只有部分席位是選舉產生的 看完上述的歷史 脈絡已經非常清楚 英國政客以香港情況惡化 以及政治多元及參與嚴重侵蝕為由 撤銷對香港立法機關的邀請 但是這些英國人從來沒有苦心自問過 在港英年代香港的政治制度 到底有多麼的封閉和不民主 英國自己實行所謂的議會民主制度多年 但是就從未在港英年代的香港 實施英國的政治制度 如今香港回歸了 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香港立法機關的民主程度 始終都是要比港英年代大和開放得多 至少立法機關主席不是由行政長官兼任 但是這一點已經不是港英政府可以給予的了 問題還是那一個 到底英國有什麼資格對香港指指點點呢? 梁振英的演說同時帶出另一個問題 英國甚至美國經常指控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英國更加以此為由推出吸人吸錢的BNO5加1移居計劃 英國首相辛偉成早前更加大言不慘 聲稱根據中英聯合聲明 英國有權介入香港事務 梁振英清清楚楚告訴全世界 所謂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說法 都是只虛烏有的指控 中英聯合聲明既沒有規定香港立法機關的組成方法 即使是針對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也好 也僅僅是指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今天在香港實施的制度 有哪一處是不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的呢 當然是沒有 故此梁振英才會說 如果任何人還是想應武學洩 還是想重複中國違反聯合聲明這樣的無端指控 他們最好是根據具體條文擺事實 基於篇幅所限 我就不逐一引述港者的意見 不過我就覺得大家也可以留意新任議員何敬康的說法 何敬康在今早的研討會上指出聯會聲稱撤回邀請這個決定 是由於所謂的香港局勢惡化 然而何敬康質疑那些英國政客 對於已經證明了是威權主義的國家 反而是保持沉默 他說當來自其他專制政權的國家代表 也允許參加那個西敏子研討會的時候 拒絕香港的理由顯得更加可笑 人權組織之前也曾經譴責這些國家 是犯下令人發指的罪行 例如法外處決、酷刑和強迫失蹤 以及對LGBT人群施加包括死刑在內的過分嚴厲懲罰 何敬康是沒有說出他所指的威權政體是哪些國家 但是只要看看英聯邦議會聯會的成員國名單 其實已經可知一義 那麼我們都要問了 英聯邦議會聯會的某些成員國 人權紀錄明顯欠佳 也肯定是沒有香港那麼自由和開放 那麼為什麼那些英國政客 對這些國家就無限包容 從不考慮取消他們的邀請呢? 在這裡為免引起爭拗 請說我不特別點名 但是都是那一句 大家只要翻查一下英聯邦議會聯會 到底有哪些成員國家 那麼大家自然就會一清二楚 類似今天的研討會的確十分之有用 在國際輿論平台大部分都被西方國家把持的情況之下 用國際語言去點破西方政客的謀誤和謊言 就顯得十分之重要了 我很相信今天的研討會只是一個起點 那麼未來香港齊心基金會 一定會舉行更多更多的英語活動 不單只是說好香港故事 更加是要高質量地說好香港故事 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到五晚上六點和大家照點短打 我們下星期見,拜拜!